女人躺在地上三天三夜 可她却不敢挪动疯毫 因为自己躺在光滑的曲面上 而脚下竟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落地存河 可眼看周围都是相同的曲面高强 就连半个人也都没有 更不幸的是 她的右腿360度彻底弯曲 以至于根本无法双脚发力 于是她深吸一口晦气 将左手按到墙上 然后摊开死死的贴住墙壁 再呼吸一口运气 竟然就打算翻身将右腿伸开 可突然 她吓得不停地颤抖喘气 差一点就一命呜呼 刚才的失误 让她的双手瞬间血肉模糊 她粘稠的血液 似乎又让她看到了希望 她忍着疼痛 再次把手贴到墙壁上 然后深吸一口气 沉起左脚 竟然成功地往上移动了八米左右 可就在她准备继续挪动时 她突然意外发现 对面的曲面上 竟然出现了两刀同样的血手印 看来她不是这里的第一个受害者 她立马咬紧牙关 继续向上挪动 然而就在女人恍惚间 突然一声坠落神 从下方传来 她粘蒙看向对面 那里竟然又夺出了一道血印 竟然刚刚又有人掉进了深渊 女人吓傻了 这说明对方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掉了下去 这下她一刻也不敢等待了 她吹出一口气 栽子把双手贴紧墙面 可还没发力 她又突然向下滑去 她差点就要哭出声来 然而更倒霉的是 天空竟然下起了大雨 这里马真是雪中送叹 惊上天花 她顿时无助地大声呐喊 就在这时 她突然想起 自己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过去把它缠在手上 就可以增加摩擦力了 然而事已认为 她刚一发力 结果就两眼一黑 摔下了万丈深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